圣人之下接楼影 面对如来佛祖的金色巨长 花果山再也抵挡不住 即将面临彻底毁灭的下场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那一道熟悉的身影终于回来了 谁特喵的感尬俺老孙的兄弟 老大 你终于回来了 我可想死你了 是啊 你要是再晚回来一丢丢 我们性命可就要不保了 抱歉了 各位兄弟 是俺老孙对不住你们 接下来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疗伤 让我来单独会一会那死秃驴 一天大圣孙悟空 你果然如同本作猜想的那样 没有死在那无尽深渊之内 真的是太好了 我好你大爷 秃驴 你不在灵山好好修你的佛 跑到我花果山来耀武扬威 真觉得天道圣人就无人能敌了吗 本作只是受玉的浩天所请 前来降妖除魔的 你等下界妖孽 不服天庭拐束 你应受罚 我受你奶奶个腿儿 不要脸的家伙 跟玉帝老儿一样的嘴脸 看着都恶心 破天酒棍 棍盾之果 有点意思 不过还是不够啊 如来神掌 如来死突驴 你这招对俺老孙已经没有用了 破虚星楼 好好好 不愧是本作看好的人 这等绝招 放眼整个三界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如来 也让俺老孙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啊 呵呵 有胆识 杀之可惜了 先将你给困住了再说 领域 无量活活 顷刻之间 一道肉眼可见的力量波动 顿时就将悟空的攻击给化成了虚无 而紧接着 四周的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竟然将悟空给带到了一片浩瀚的星空之内 看见此情况 悟空的脸色顿时就凝重了起来 这家伙 不愧是俺老孙前世今生以来 遇到过的最强的对手 阿密勒个DJ活的 孙悟空 你花果山嘎了这么多的天兵天将 犯下了滔天的杀孽 本作现在劝你 立刻放下独刀 立即成佛 俺老孙成为什么都不会去成佛的 如来 你别白费力气了 即便你是天道圣人 我也绝对不会屈服于你 好一个妖猴 居然如此冥顽不灵 你身处本作的领域技能里面 我倒要看看你能发挥出几成的本事 我去了个DJ活的 不就是圣人主宰级别的领域吗 不好意思了 俺老孙也有 破天领域 俺老孙出来 该死的 没想到这妖猴居然领悟了主宰级别的领域技能 要知道从古至今 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正道成圣之前 彻底掌握领域力量 最多不过是通过先天领导领悟了雏形而已 可是现在 这种铁律居然被他给打破了 真是变态啊 老大未免也太强了吧 居然能和如来相听抗衡了 那是必须的 大王在魔剑的时候 就和魔祖罗猴打了一场 能挡住那死秃驴也不奇怪 那岂不就是说 猴哥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匹敌天道圣人了 开什么玩笑 圣人之下接楼椅 可不是说说而已 咱们只是看到猴哥破了如来的领域技能 主宰级别的领域 相互之间的影响并不大 所以才会给我们一种错觉 以为猴哥达到了天道圣人级别的实力 说的没错 大哥只有斩一师准圣的境界 在境界方面 是肯定比不够如来的 就是不知道大哥接下来 要怎么应对如来佛祖的杀招了 听到此话 众人不由地又担心了起来 因为现在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在悟空的身上 若是悟空抵挡不住 那么花火山从今往后都将不复存在 想到这里 他们更加卖力地恢复起了伤势 希望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帮一下悟空 而就在此时的玉帝浩天这里 看见悟空重返三界 他的心中简直有一万匹草鸣马 不笑过 这 这不可能 当初可是朕亲手将他给打入那无尽深院内的 他怎么还能活着回来 而且还领悟了主宰级别的领域技能 他到底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朕不服 不服 你只是一只下界的妖猴 凭什么能在准圣境界 就能够拥有主宰级别的领域力量 孙悟空 你是这万万年以来最为难得一见的天才 本座也不愿意你就此陨落 所以 来我西天陵山岛 只要你立下心魔雪势 本座保证 并会让你成为整个三界当中仅次于本座的存在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没想到啊 没想到 重生后的我 居然又听见了这句话 如来 你真的太虚伪了 玄天九变 破天地八分 破须星楼 紫兰 你终于醒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我感应到了悟空的气息 娘娘 我要去找他 等一下 您干什么 为什么要挡住我的驱路 孙悟空现在正在和如来佛祖对决 这等级别的战斗 岂是你能够插手的 我不准你去 娘娘 我求救你 就让我去吧 我不想再像上次一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悟空被打落无尽深渊 不想再做一个只会担惊受怕的旁观者 这一次 我说什么也要去到他的身边 生 我陪他军令天下 死 我陪他共赴皇权 无怨无悔 唉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这盘龙魂心欲 你且收好了 关键的时候 或许他能够救你一命 若是有机会的话 记得回来看看本宫 毕竟你是我唯一的甘女儿 多谢娘娘 娘娘大恩大德 紫兰来世再报 自古多情空于恨 此恨绵绵无绝期 紫兰 我真心地希望你能够幸福